好吃的蜂蜜 花蜜 他们去采 同样分封的过程 他们要找新的草 他们也是 大家去找好的地方 他会来也是跳舞告诉同伴 同伴会去看 然后他如果觉得好的话 他就会去 譬如说某个树洞 他们比如说找了五个树洞 可是要到底最后 因为到最后是大家要一起去 不能说有一半 就跑到那个树洞 大家要表决通过 有共识才可以去 到最后他们就开始跳舞了 他们在跳舞 那大家去看 然后再接着去看 那看以后他会比较 所以他们觉得说到最后是 好 假设是A树洞 是大家觉得最好的选择 就他们最后要离开 整个这个分封群 要整个要到那个A树洞 就会发现他们 整个跳舞的方向 全部只到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一定是一个 非常高度的共识角 不是相对多数 是绝对多数 而且是全部的共识 所以他们才会整个在 往那个地方走 所以等于是说 大家最后都要跳同样的舞 然后确定说 这个是我们要的 然后大家才会一起去 新的这个潮 对 所以都是研究蜜蜂 最有趣的地方 没错 而且其实对于这个蜜蜂 蜜蜂会跳舞这件事情 是大家对于蜜蜂 最着迷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就觉得很好奇 当初是怎么样发现说 蜜蜂会有这样特殊的行为呢 好 这卡拉芬蜂在60年代 他把这个行为给完整描述 他事实上这个是在 也是一样养着这个西洋蜂 他养在这个蜂蜂里面 那我们知道刚才我提过 这个蜂蜂 它事实上放在这个蜂箱里面 是垂直的 那这个潮片是垂直的 所以他就观察到 奇怪他们在那边 为什么会绕圈圈 然后他会抖一下 然后再绕绕绕 就跳这个八字舞或圆形舞 他就发现说他在绕完了之后 他会一直摆动 摆动自己的身体 很快地摆动这个身体 就发现这摆动的身体 这个方向不大一样 就是每一只不大一样 那他们就去追踪 就发现说这个角度呢 跟这个蜂巢垂直的 往上的这个线 成一根的角度 成一根的角度 那这个角度他就发现说 原来他飞出去潮口的时候 往上的这个就代表是太阳的方向 那这个角度就代表说 他离太阳 假设他往右三十度的话 那假设他只要出去潮口以后 看到太阳在那个地方 那往右三十度的地方 就是他要飞出去的方向 是 不过这个太阳的方向 每天会随时间改变 所以他每个时辰 跳的舞不太一样吗 所以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他还会修正 对 所以有些学者 这么聪明 所以有些学者在研究就是 他们怎么样随着太阳 在改变这个位置 是 那他去修正他的这个 跳舞的这个角度 那另外在影片中 他有提到这个蜜蜂 他的嗅觉是特别灵敏的 那说他这出场有六万个 这个嗅觉的这个嗅体 那他可以呈现一种立体的嗅觉 这个对我们人类应该算 这个嗅觉不怎么样的动物 我会觉得什么叫做立体嗅觉 这个在昆虫上面 事实上仰赖嗅觉 仰赖视觉 仰赖触觉都非常多 所以有些蜜蜂上面 蜜蜂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感觉毛 它的触角上面就有感觉毛 它的眼睛上面有很多感觉毛 那它有不同的功用 那有的是因为它采花粉 所以像眼睛上的那个毛 有的只是为了说有发粉 粘在上面它把它刷下来 然后要带花粉 那但是这一个如果是它在 它的一些器官上面 有一些特殊的神经去连结 然后它可以对某些味道 做特殊的感应的话 那这种感觉毛 我们称为嗅觉的化学感受器 那如果是对于接触到东西 如果它吃东西的时候 它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好吃或不好吃 是甜的是咸的 它自己也会有这些感觉嘛 那嗅觉的话 事实上对蜜蜂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我们可以想象 蜜蜂的蜂巢里面是完全黑暗的 所以在蜂巢里面 其实视觉不大有用 对 所以它完全要靠味道 那蜜蜂的这个化学的讯息 就非常发达 蜂王有蜂王的味道 它会在不同的时期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蜂蜂 这个蜂蜂要决定分蜂 不决定分蜂 蜂王它会释出一定的味道 那这一个蜂王它要 它现在残软 它是要肚子饿怎么办 它总是不能用叫的 那它也会有一定的味道 释出来叫其他的这个工蜂 来服侍它 那像幼虫也有 幼虫它如果肚子饿 所以味道本身就好像是一种 它们的语会一样 对 这就是它们的语言 所以我们就称为它们的化学语言 那幼虫它如果有幼虫在里面 它会释出一个味道 会促使这些工蜂 去外面采花粉 因为幼虫它要吃的这个 这个幼虫的食物里面 还包括一些蛋白质的来源 它会促使它们出去外面 采一定的食物回来 所以这些化学语言非常非常复杂 的确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影片里头 很大的一个关注点就是蜜蜂的消失 那有看到这个蜂蜃是蜜蜂 蜜蜂很大的一个天敌 那除了蜂蜃之外 蜜蜂还有哪些的天敌呢 好 蜜蜂其实天敌也蛮有趣的 那像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 人面蜘蛛 人面蜘蛛的网子上面 我们常常会看到有蜜蜂被黏在上面 那蜜蜂飞出去的时候 所以过去我们跟东海大学 卓一鸣老师做蜘蛛研究 我们也试着去破解 为什么蜘蛛身体的体色 会来吸引这个蜜蜂 那我们有一系列十年的研究 在做这方面的 那螳螂也会做到蜜蜂 这样子 那也有一些 有些蜘蛛不接网 它就躲在花 它的身体的颜色就跟那个花一样 它躲在里面 蜜蜂它是很专心的来这边采花蜜 就被它吃掉了 对 所以这天敌上面 在自然界里面还蛮多的 那另外像我们台湾 最近也有记录到这个蜂蜴 中英研院刘晓如老师 他们也有记录蜂蜂的这个行为 他们会去攻击蜂蜂 蜂蜂他们会去攻击 所以自然界比他们大的 这些动物都有可能 对他们造成伤害 可是小的也有 也是他们的天敌 造风险蜂 风险蜂 那这个寄生的 那比如说像 有些病毒也是 它有很多病 那这个也有细菌病 也有真菌病 所以我们现在 不知道蜜蜂消失的原因 但有可能是因为 有一些病造成的 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个药剂 我们人类可能污染了 这个环境之外 那也有一些专家专门在研究这部分 那最后想请教老师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蜜蜂消失的这个原因 似乎是全球的一个状况 那台湾蜜蜂消失的状况又是如何 那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来看它呢 好 全球的蜜蜂消失 事实上我们得到媒体的资讯 通常是在2006年 美国大量的蜜蜂消失 到现在每年听说都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在消失 那我所知道的事实上 这一波应该是要从1994年 在法国南部跟意大利那边 他们我想很多观众都知道 这个法国南部有很多向日葵 那向日葵 他们种向日葵 这个种子要种到土里面 就会被蚂蚁搬走 所以这个拜尔农药公司 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方式 就是把这个杀虫剂 就把折磷在这个向日葵种子上面 这个我们在台湾 我们要翻成高桥种子 那这个种子种下去以后 蚂蚁不会搬走 可是这个折磷在上面这个药剂 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很多人一直在归咎说 是不是这个药剂造成蜜蜂死亡 这个药剂事实上是类尼古丁类的 或有人把它翻成细尼古丁类的药剂 那这一个药剂相对来讲 对我们人的神经系统 没有像那个对于甲壳类的 比如说像昆虫这一类的生物 那么敏感 所以当时认为这个药剂事实上 对我们人相对安全 可是对于蜜蜂可能就是很大的伤害了 蜜蜂是昆虫 那这个药剂有一个特性 它是系统性的 那系统性的药剂就是说 它会受到根部吸收 随着它的这个导管水分 因为它水溶性 它就会到整株的这个植物上面 那这个剂量非常非常少 非常少的剂量 存留在这个花朵上面 蜜蜂来采 采花蜜 采花粉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它死亡 所以当时在拜尔的科学家里面 他们是认为说 这么低的剂量 他们当时测的 觉得应该没事 对 环境上的残留只有四个PPB 那可是可以造成蜜蜂死亡的这个 这个剂量远高于这个剂量 远高于十个PPB 那我们团队事实上是第一个 证实四个PPB会造成它出问题的 那这个从行为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 一个蜂巢 它的所有的能量来源 都是这些外勤蜂出去采花粉 采花蜜而来的 是 所以如果这些外勤蜂出问题的话 这个草还能活吗 这个草可能就崩溃 是 就是我们所谓CCD 就是Column collapse disorder 它会崩溃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推 就这一个蜜蜂的行为 如果受到了 非常低剂量的这一个污染 那它行为改变了 那就出问题了 你就可以推算 可是现在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去 去直接去把这个相关性 给建立起来 就是潮的整个崩坏 那跟这个药剂的部分 所以从过去这几年 在这个农药公司 他们的这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药剂不会对蜜蜂造成影响 那现在我们证实了 那证实了以后 它现在的说法就是说 那你现在还没有一个 很直接的证据 就是说整个潮的崩坏是造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努力 做很多研究 在设计一些 我们所谓的field test 在做这部分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真的深深地感受到说 我们人类有时候一些 不经意的行为 对大自然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且这个大自然 似乎它每一个系统 都是息息相关的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用 更多的谨慎 跟更多的用心去了解 那也希望能够 这个蜜蜂的问题 也成为大家一个 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今天很感谢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感恩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正次 感恩 优优独播ides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